大家好,我是楠楠 今天又是很早就起來了 我家麥瑟這兩天特別淘氣 然後是醒的特別早 但是白天早上從六七點鐘起來就不睡了 就睡五分鐘,玩,玩多啥時間 要不就開始哭 就是淘氣 這不,剛哄睡了 一放下就醒了 但是還行,現在還沒有哭 趁著這個功夫就得趕緊收一收一家 有了孩子就開始床上了,地上了,哪哪都是東西 每天早上都得起來收拾 每天早上都得起來收拾 孩子一睡著就得收拾 有一會兒他睡五分鐘,他就留五分鐘的活兒要幹 就得幹點兒發,要不我沒工夫 快不行啦 你怎麼可以,你怎麼可以 我一會兒都能放下 我一會兒 我們在看誰 我家公司 我家公司 他還沒收拾 你,我家公司 那種誕生 我一會兒 你怎麼可能 所有人家公司 快不行了 你看一蹬腿 胳膊腿一动它 那就是快不行了 就想让抱抱抱 哐哐哐的 现在孩子我妈给抱走了 我得赶紧出水 在没有孩子的时候 在肚子里的时候 就想赶紧快伤 啥时候伤 伤完了以后 哑哐哐会进肚子里 就是前一段时间 家人们都说我似的 说那个好多粉丝宝都说 呀等你生出来 你就想睡回肚子里了 还是没生的时候好 这回我可是谁有体会 小姐家人们 你们是不是也这样 天天熬夜熬到什么时候 也是孩子睡着了 你还没有睡 孩子醒了 你还是没有睡 看孩子不是一个简单的活 也很累 就是磨你的心智能 在这慢慢耗 是不是这样 他跟干活不一样 他要干活吧 就是身体上的可能是累点 但是看孩子确实是熬的 原本都说 这女人老的快 老的快呢 这还真是你看看熬的 这黑眼圈 但是虽然是熬的嘛 但是也高兴 是不是 看见孩子就是抱起来 孩子 孩子冲你一笑 你啥都忘了 虽然大孩子很辛苦啊 但是看见孩子做什么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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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见孩子做什么都知道